五月的鲜花开满山岗 青春正散发着芬芳 在岁月静好中 去回眸那些曾负重前行的人们 让我们以表演者的名义 去寻找天空的翅膀 看一看那片被重新洗涤过的蔚蓝 中国电影报道 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 仰望青年演员致敬平凡英雄 提起英雄 您最先想到的会是谁 今年3月30号 四川梁山突发大火 19名年轻的扑火英雄牺牲 他们用生命筑起了 保卫人民的防火墙 由演员杨子参演的电影烈火英雄 就是用镜头向逆火而行的英雄们致敬 搬找徐小斌 吸收了 当大火着的时候 所有人往外跑 他们身为他们必须要往前冲 大家都会觉得英雄是那种 一个人可以拯救全世界 可能那是英雄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英雄有很多种 哪怕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或者他非常的平凡 我觉得只要帮助了他人 甚至他在做自己一些 本质上的事情 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英雄 但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看过 有一个爷爷他骑自行车九十多岁 然后也很不富裕 但是他靠骑自行车的钱 全都捐给了大学生 然后让他们有学可上给他们学费 最后他一直都是在登自行车来赚这些钱 所以当时我看完以后我特别特别地感动 这个事情就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 很平凡的英雄 从战长沙中的战地护士胡香香 到北京女子图件中的护士苗妙 再到沉默的证人中的法医乔林 杨子在银幕上曾多次饰演医务人员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白衣指甲共赴国难的情景也让他非常动容 有很多就是这种医护人员 他们有的是父子 有的是夫妻 然后他们穿上那个医护服的时候 其实不太能看清楚脸 我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 一对夫妻在电梯间遇到了 然后他们双方因为看不见彼此的脸 都不知道是谁 然后最后感觉很像很熟悉 就问你是不是谁谁谁 用手笔或者才看清楚 然后两个人就穿着那个医护服就哭了 然后就互相鼓励 就当时我就会觉得 那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 尤其是我有看采访他们 他们把口罩摘下来那一刻的时候 他们的脸都是被口罩印的都已经有了 都烂掉了 你想他们一天 他们没有办法去上厕所 他们也没有办法沾那个口罩 可想而知 其实他们的体能消耗 包括其实更多的是心理上的 都是需要他们去面对和克服的 那可能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护士 都会去觉得你们应该保护我 那其实同样的来说 他们要去保护别人的同时 其实他们要给自己 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非常的不容易 除了与病毒在生死之间 博弈的医务人员 还有很多平凡的英雄 在其他的岗位默默付出 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的快递员 我们的点餐员 他们在疫情期间一直依旧在工作 比如说我小姨 她当时是人民教师 她当时停课以后 她就自愿去当居委会 就是门口帮忙测体温 所以她就每天在家庭群里 有发她的照片 还有发一些朋友圈 我就会觉得我很 就是为我小姨感到自豪跟骄傲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我是杨子 向所有的医务人员 特别是从事医疗护理事业的护士 致敬 你们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职业精神 令人敬佩 是我心中最美的白衣天使 令人仰望的平凡英雄